今天到我们演播室的这位嘉宾呢 可以说他的家世非常的显赫 他的父亲呢是共和国开国元帅之一 而且呢在元帅当中有文武全才的美誉 在他去世的时候呢 毛主席亲临了他的这个追悼会现场 在那个时期 毛主席追悼会现场出现的只有这一次 今天到我们演播室的这位嘉宾呢 他自己在那个时期也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 因为影响力太大的缘故 这个江青啊派他的同学在他的身边 试图抓住他的把柄 随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把他送到了部队 在短短七年的时间里连跳了三级 从普通的士兵成长为军队当中的副团级干部 就在大家觉得他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 他突然放弃了所有的这一切 只身回到了北京 他呢就是咱们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 陈毅元帅 一九零一年生于四川乐志 早年留学法国 一九二二年入党 跟随南昌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 留在江西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满南事变后成为新四军带领军长 一直是我军的核心人 建国后先后担任上海市市长 外交部长 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位 文革开始后 因在怀仁堂当面怒斥江青等人 被批判为二月逆流 林彪事件后平反 一九七二年因病在北京逝世 享年七十一岁 陈小龙陈一的三儿子 一九四六年生于山东 文革期间带头反对血统论 并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 后被送往沈阳军区参军 一九七六年调回北京 曾任驻英国武温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 社会改革局局长等职 一九九二年以上校军衔转业 下海经商 现退休 居住在岳父肃裕的老宅内 您家里多少个孩子 我两哥哥一个妹妹 两哥哥一个妹妹 姊妹是 您这个名字 这个很多人也知道 叫这个孟子曰 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 是这么来的 是是是 是这么来的 我出生的时候是一九四六年七月 当时呢已经开始 解放战争开始了 我呢从小是吃羊奶长大的 我母亲身体也不太好 没有奶 所以就之后给我起了一个小名 叫小羊 这个五零年以后我妹妹出生了 我妹妹出生了以后 就要有她肯定要给她起名的 最后她想到我还没有大名呢 后来就是刚才用了你讲那句话 登孔子登泰山而小鲁 您是家里男孩里最小对吧 是不是特受宠 但是这样 我出生的时候呢 那个那个那个 我母亲父母当时还是 希望有一个女孩 因为我两哥哥都是男孩 都是男孩嘛 我母亲当时不大高兴 就把我扔到房子外头去了 说这个谁要的孩子 谁就抱走吧 因为那个带小孩在战争年代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但是当时一个部队的鞋底员也是一个老大姐 就我把母亲说了一顿 说这军长的这个儿子怎么随便送人呢 你看他长得多好啊 眼睛大大的 脑瓜圆圆的 这样子呢 可能有那么一个过程 所以对我比较溺爱 我也是在小时候比较任性 我一年送我去这个宋庆龄福利会幼儿园 我就不去 我去了也就不吃不喝 闹了 最后人家没办法 就说这孩子没法管 送回来了 回家以后呢 也就是我到中午也不起床 后来我父亲有一天回来 听说我还没睡 急了 就上了三楼抱起来 说这个孩子 现在这个样子长大是个祸害 干脆就不要了 扔到楼下就算了 一直到现在 我就是五点多钟就起床 不能睡懒觉了 也睡不了懒觉了 我父亲对我有评论 说我这个孩子比较迟钝 但是比较老实 所以成绩差一点没关系 这个政治那时候是突出政治的年代 政治上进步不进步也没关系 什么入党入团 我父亲根本没有要求 看你的样子 也不像能入党入团的样子 你就老老实实的 就行了 没有 所以对我没有太高的要求 没有咱们一般意义上的 这个望子成龙 没有没有 绝对 至少对我 我这儿没有 他有没有给您讲过 这个他参加革命的这些故事 讲得很少 很少 只有一次 1963年的时候 那时候呢 在北戴河 当时是讲千万不要忘记滴滴斗争嘛 在当时那个背景下 都要讲家事 他主要讲他流法的那一段 听完以后我父亲对我们有个评论 他写个 他有个流水日记 他就记上了 说是这个 好书很感兴趣 当时只有我们三个 我二哥当时在军工 说小鲁 说我 面无表情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说这个小三 就是三三 我妹妹 这不耐烦 他想玩嘛 他就更小嘛 他更小 虽然您年龄小啊 但是据说您那么小的年龄 就会 这个 要求爸爸 给自己学校 办成 那是学校给的任务 要开一个那个 运动会 就跟我讲说 你让你爸给提个词 说不敢啊 我父亲 虽然对我平常倒是很宽厚 但是他还是挺有威严的 在我们心目当中 不太敢 后来我就 在门口晃一晃 晃来晃去 不敢进去 他看见了 你什么事你进来说 我就说学校要 要开一个 一个一个 运动会 所以想请你提个词 那个是应该是五九年 提什么词我也不记得了 无非就是什么 发展体育运动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这完成任务 就如释重负了 然后我拿给我 上来讲了 说你拿回去 给老师看一看 如果他们觉得满意 就行了 如果不满意 我再写 我父亲爱好围棋 围棋是他终身的爱好 他在那个留法的时候 就开始下棋 刚才跟李立山下棋 当时他代表四川 李立山代表湖南 大家下棋 还有旁边有起哄 架秧子的 最后 谁赢的都 我父亲赢了 赢了以后 那个李立山急了 就把那个围棋 扔到海里去了 他们坐船 那时候要坐 一个多月的船 他那个时候下棋 我很快就 我很小就会下棋 我八岁就会下围棋 然后呢 我父亲找不到人下 就跟我下 一开始我就下不过 但慢慢我就下过他了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呢 我跟我父亲下棋 下完以后 我父亲呢 看看不行了 他就要毁棋 他说对不起 就走错了 他毁了 他一毁了 他就这个对了 那我就不干了 走走 我就我也毁 你也毁棋 好了 我母亲在旁边看了 很不一味的 说你看 这个老爷子 这个 儿子下棋还要毁棋 就拿手一呼了 说你们这下什么东西啊 都赖皮 就把棋旁给推翻了 据说您的父亲 他最头疼的有一件事 是因为他自己的胃口太好了 是吧 对 他比较好吃 他是 到哪个地方 他都会找到说 最好的菜是什么东西 他都知道啊 而且呢 人家这些地方干部 都知道他好吃 总要是把那些这个 最有特点的东西拿出来 另外呢 他有些还要请外宾吧 所以他体重过重 体重过重 这个我母亲老管他啊 管他有不高兴还要吵架的 我父亲是 你看他的是一米六八 八九十公斤 所以在您母亲在饮食上 其实是控制他的 对 家里呢 是要控制他 但是他老在外面吃 你就控制不住啊 有一次呢 那个 这个廖成志就从外面 搞了一个榴莲 弄来以后 就弄到我们家客厅 我母亲闻的味道 我闻的味道都不吃 廖成志还在跟我们说 哎呀你们真傻 这个好的东西都不吃 榴莲忘返呢 华侨吃了都不愿意回家的 我父亲说你不要管他 他们不吃我们就多吃 啊 最后把这个 一个榴莲吃光了以后吧 然后呢 拿手就站在那个 那个榴莲里面是吸的 就掉到这个桌上的这个东西啊 拿手 两个人就拿手站着 站着往嘴里抹 我母亲气坏了 说你这个 儿子在跟前 你们俩就都不讲卫生 他们俩不管 他俩就抹完了 就是非常好事 另外一天我父亲爱抽烟 后来家里就是他高血压 到西藏以后又头疼 这样子医生就说你不能再抽烟了 家里让他戒烟 你就不买烟 但是他有 他是不是老见外宾 见外宾你总是有 烟总是有的嘛 对吧 他就抽这个烟 他对外说我戒了 但是抽完以后 人家当时有纪录片给他照下来了 拿个烟尖 叼个烟尖 这也就罢了 后来呢 他不家里没有烟吗 他一看那个 人家一盒烟摆在那边 他就把他顺手揣到口袋里了 结果我母亲跟他吵了一架 说你一个外交部长 你就还占公家的便宜 你好意思 他没办法 又给他买烟 你不买烟 他拿公家的烟 那太不像话了嘛 六十年代的时候 那个在文革初期 应该说林彪的地位 可以说如日中天 对 但是在当时 您的父亲好像对林彪就是 是啊 林彪因为身体不太好 长期就没有工作养病嘛 毛主席还是很关心他的啊 就是给他写了一个 曹操的那个龟水寿 这首诗 然后林彪呢 就把这个 复印下来 每个政治局委员送了一份 就一很厚的一打子 上毛主席的字 我父亲呢 你说我父亲习惯了 拿了这个东西以后 他赶快就把我们叫来 让我们来念这个龟水寿 然后讲这个什么意思 你的理解 我父亲就和母亲讲 哎呀 所以就是林彪同志 能够干这样的事 我们要这么做了 都叫吹嘘自己 都叫吹嘘自己 都叫抬高自己 但是呢应该讲 当时我父亲对于 文化革命当中 对于毛主席选任林彪 作为接班人 这他也投入票的 他也同意的 他也同意的 因为林彪比较年轻嘛 他还有战功嘛 所以呢这个 你说当时他就反林彪 这个我觉得坦克上 能知道后来是后来的事情 但是他 文化革命当中 其实您通过这个细节 还是能看出这个陈一元 他也是个性情中人 对 文化革命初期 也曾经有外交部的人 回忆 当时他们就是 文化革命当中 各个部门都在搞运动嘛 他开会的时候 就讲了一句话 叫现在啊 这个是乾坤独断 这个就是等于 直接批评主席了 你说就是 他就是主席 一个人说了算了 我父亲这一个特点 就是比较能够团结人 反对他人也不太多 反对他人 各方面 各方面的关系都搞得不错 康生这个人呢 这个比较左 但是这个人非常有才 他双手可以写字 古典文学的底子非常厚 所以我父亲这方很佩服他 跟他关系不错 亲自带我去看过这个 到康生家里 康生呢 当时呢 不太得志吧 他对我父亲也不错 很得意 就把他的这些收藏 就是艳谭 非常漂亮的艳谭 我第一次见过那么多艳谭 这个不是后来啊 后来他们说 康生从故宫导乘东西啊 对啊 当时是他自己 他老到这个流利场 到荣宝斋啊 这这这这 他个人精心收藏了 对 因为他聊两口没孩子 他聊两口工资又高 那时候东西非常便宜 所以呢 我父亲就对我的评论 就在那上讲的 说我这个儿子啊 比较迟钝 但是比较老实 就拜你为师如何 那南口答应 好啊 那都说说而已啊 兴致来了嘛 但是这个文革一开始了以后 康生后来不就进文革的中央文革了吗 对啊 他进中央文革了嘛 那我父亲对文化革命不太理解 老经常发一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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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声音 人家就听不下去了 那所以对我父亲就也就 他的这两个关系就搞僵了 后来搞批二烈逆流的时候啊 康生就揭发出 当时是1959年在卢山会议开会啊 这个中央的领导全走了 我父亲是留守 留守在北京 那个苏联大使就跑到跟我父亲讲 说你们中央都去开会去了 你可以搞政变了 这个是大事啊 这个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然后呢 我父亲呢 就把这个事情就向主席汇报了 主席专门开了政治局扩大 常委扩大会议 康生在场 把这让我父亲把这问题讲清楚 讲了 然后就说明 说这个问题已经就到此为止了 这可以看出来老大哥对我们的态度 你这种关系这种话 这虽然是个玩笑的话 可是国与国之间 党与党之间开这种玩笑 那是 哎呀有点太大了 而且有点拘行叵测了 但是在文化革命当中 批二元力流的时候 康生把这个兜了出来 等于是说我父亲和 火通苏联搞政变 那当底下的这些 不明真相的中央委员 那当然就是群起来工作了 那你搞政变还得了了 你是成理通外国嘛 所以这个他的就个人品质问题了 对吧 这个事情本来已经是有结论的东西 你在这个会上拿出来干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要收漏一切东西把你打倒 就三年我亲耳听我父亲给我母亲讲 哎呀说是他出国呀 他又高血压 也时常犯头疼的病 他说你看说是我到这些非洲国家去访问 这些国家的外长也就是二十多岁三十多岁 那么我这么一个老头子 跟他们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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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盯不住啊 所以我就想退休 后来我母亲就问他说 那你要跟总理提啊 头部跟总理说了 总理说不行 要过几年再说 所以没退休成 所以没退休成就文化革命了 我当时66年我就是二十吧 那个时候您还在学校里吗 我在学校高老高三 您参加这个运动了 一开始嘛 想用毛主的号召嘛 文化大革命扫出一些流鬼蛇神 首先就把这个毛头对断了校领导嘛 因为私生之间总是有矛盾的嘛 六月份的时候 中学校文革起来以后 他找我谈了一次吃饭的时候 就问我你们学校怎么样啊 我说现在挺热闹啊 到处都是大字报 他就跟我讲啊 他说你啊 文革来了 你要积极参加 但是要谨慎啊 说是那个外交部的事情 你不要管也不要问 人家要来找你的话 你也说不知道 然后你学校的事情呢 我也管不了 也不要跟我说 政治上划清界限 不要互相影响 你是你 我是我 对啊 刻意的这个保持一个距离 但是有一个很奇怪啊 说您没有参加这个洪卫明 但是我没参加洪卫明 因为我对这个对联 我反对 什么对联 老子英雄而好汉 老子反弄而混蛋啊 这是一个学统论的队列 那么这和我受到教育不一样 这口号实际上 当时中央文革都是反对的 我说既然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用毛主席的诗词呢 叫为有牺牲多壮志 赶掉日月换星天 我讲毛主席的话 谁没人敢反对我 但是他们不接受 不接受 那你不接受这个 我就不挑头当红卫兵 我不挑头呢 八重红卫兵就没有一个全校型的红卫兵 因为我是学校的头 就是学校的这个学生领袖吧 人家很多人看到我的行为 后来呢就是破施就以后 就非常乱了 就是很多打人啊 很多的武斗啊 还有很多这种 我认为过火的行为 没人管现在那个当时 我说那我们自己管自己 因为十六条 当时通过了一个文化革命的决定 其中有句话叫 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所以我想就成立一个 红卫兵刺杀队 把那有政策观念比较强的 比较优秀的人呢 组织起来 让他来作为一个纠缠嘛 纠缠就是纠缝嘛 对吧 来管理这个 这个红卫兵 但是您看啊 您又不是红卫兵 您能居然坐到这个 这样的一个位置 跟您是陈毅的儿子有关吗 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我在小学的时候 我从来填 都是填我母亲的名字 就是你家长是谁 填张倩 六六年八月份的时候 因为那个外交部的官员 不都是在国外嘛 国外就有点洋货嘛 当时对于红卫兵来讲嘛 就认为这个洋货都是风之修了 我父亲住在中南海 他们红卫兵进不去 但是我这个副部长这些呢 他们住在一个大院子 东郊明相那个地方 这红卫兵就把包围了 包围以后呢 这些副部长很紧张啊 我父亲就亲自出面做工作 做工作呢 就把这个红卫兵劝住了 就说呢 一些风之修的东西呢 我们要改 我父亲最后就随口问了一下 整改完了以后 怎么告诉你们呢 底下有我们八中的 说你告诉陈小鲁 我父亲说陈小鲁是谁啊 他们不记得我 他只知道我叫小杨 后来回来 我同学就跟我讲 说你呀 你假的 你老爷都不认你 西九被江青解散了 当时他说西九是反动组织 总理说西九是个保守组织 因为这个红卫兵啊 这个纠卫兵呢 主要还是干部子弟为主嘛 保爹保妈嘛 对吧 所以你当赵函派冲击什么国家机关的时候 纠沙队就会出去主打 发现了监狱的冲突以后呢 就变成一个运动的绊脚石了 你不能充分发动群众怎么办呢 就把它搞垮 这中学生不服啊 当年我们还是被江青称之为小太阳 四个月以后就变成反个命了 不服就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 这个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矛头就直指了江青 就直指了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就要找谁是后台呢 这就盯上我父亲口马后台 因为当时他们的口号就是 坚决拥护中央军委 反对中央文革 联动的口号 这不就变成了一个问题了吗 那么算来算去呢 这里头啊 这个就觉得我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所以呢当时他就找了这个 我的一个同学啊 就是让他来接近我 同时向我散布一些这个 反对中央文革的言论 看看我有什么反应 这等于是引射出动 而且对他保证 你讲的反对中央文革言论 没有问题 都不算数 不算数 我讲的就要算数了 但我那个同学也不错 觉得这不是让我当特务吗 他也不敢公开的反对 他就转了一圈 然后就过了两天打个电话 给他联络人说 说这个陈小鲁不在学校里 我找不到他 就就就过去了 您是什么时候离开家去参军的 我是1968年4月 我参军也不是参军 因为当时呢 这个中央文革想抓我 但是当时总理不同意 说你凭什么抓人家 他有什么问题 这个联动的这个组织 您本身没有 我没参加 我哪敢参加 本身就没有参加 我老爷子早就跟我讲了嘛 这个你要谨慎从事 我虽然对我资料文革不满 但是我也不敢 我还有父亲 你说是不连累 谁说的清楚在文化革命当中 所以呢这个 后来总理就建议 就说了这样子把我弄到部队去 切断它和社会的联系 将来如果发现什么问题 要抓也容易 你在部队了 对吧 没什么问题 他可以在部队去发展的 他也不会有意见 因为当时参军是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最好的了 这样子就把我送到部队 我当时不算参军 到部队算是这个学习改造 学习改造 劳动改造 所以这 把我送到部队 在那个军肯农场里面 在军肯农场 我们部队在那儿 我那个部队的39军 当时早的时候给您嘱咐什么事儿了 我父亲嘱咐 就是说你就准备你这辈子别回来了 自己去努力 不要回这个家了 见不到我们了 这个话当时他说的很重 你就 他因为 因为谁也不知道 其实我当时我也不知道 我父亲最后能怎么样 二月逆流以后 我父亲跟我谈的就是说 我这次我犯了大错误 会不会被打倒就看主席的意思 但是我呢 是不反党的 不反对人民的 这就难解 因为当时多少老干部都被打倒了 刘少奇啊 小平啊 你数吧 留下来的 像我父亲留下来的就不多呀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 您当时是怎么想 我当时是相信的一条 就是毛主席讲的 这个叫做彻底的唯物主义 是无所畏惧的 我知道我在文化方面干了什么事 我不怕 另外呢 我去之前 总理叫我谈个话 他就讲了 他就讲到说 你父亲19岁到法国 你母亲16岁参加新世纪 这个意思很清楚 你现在都20多岁了 你去到部队里去 闯闯江湖也没什么嘛 对吧 总理给我定了条纪律 不准跟家里写信 他就因为要切断 和那个内外的联系嘛 到了部队呢 郑伟就跟我讲啊 说上边讲了 说你不能带领装冒灰 后来我就讲了 我说那不是 在部队不就很特出了嘛 人家都是带着领装冒灰 我就一个不带领装冒灰 那是不是不好啊 那郑伟说那我请示一下 请示发生说 可以带领装冒灰 但不准照相 因为我不是军人 我没有 我不是去当兵 是去锻炼 是去改造 就是说 我不算连队的一员 所以就连队没有你的津贴 到后来呢 人家班长也就 人家都了解啊 说是这个人在他干了两年了 你也不跟他发钱 也不跟他发 发衣服 衣服都破了 你到底怎么办 你就这种身份干了两年 对 后来团里一看就不对了 那个主任亲自叫我谈话 给了 从干部补助力 拨了二百块钱 就是给你用吧 实际上我带了来一百块钱 我才用了四四块钱 因为军队没有什么可以 有吃有喝嘛 你就是买个牙刷肥皂就完了嘛 而且我们那个地点呢 在那个谭景 离最近的一个那个村庄 三十里路 刚去部队的时候 您待的那一年半两年里 人家知道你是 我当一去人家就知道了 因为我没改名字 知道了以后其实 部队很单纯 有没有一些照顾呢 没有什么特别的照顾 没有 只有一次我记得 然后我去了以后 反正当时就是种地嘛 种水稻嘛 人家怎么干 后来那个班长就跟那个连长说了 说你真把他当个战士来用了 他不是我们连里的战士 连长一想对啊 说你今天你别干了 你给我整点材料 到连部 就这一次 以后我们干得不错 就当骨干用了嘛 我记得当年就是在 我们在盘景嘛 生活很艰苦 但是有乐趣 这个抓螃蟹就是一个乐趣 就九月份的季节 螃蟹多的时候呢 那螃蟹啊 你晚上打个手电的螃蟹往上爬 我和另外我们两个一个人两个哨兵嘛 我们俩人就干嘛呢 就打着手电抓螃蟹 抓了一麻袋 煮熟以后啊 那对不起我们先吃 我当时我记得我吃了四十多个 就只吃黄 只吃黄不吃肉 没油就要没事 吃完以后 我们当时睡的是炕 一个排的人呢是炕 一个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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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他们都叫醒 我们就脸盆都拿出来 放在门口 然后把那个猪瘦的螃蟹 放在那脸盆里 他们每个人就 就是趴在这个床上 趴在枕头上就吃 吃完了以后呢 然后把毛巾给他弄好 给他们擦脸 你们再把那螃蟹壳给倒了 我们都说打扫干净啊 你第二天早上还整内务呢 后来在您的这一生里 没有再吃过那么多的螃蟹 没有没有 那四十多个啊 一次四十多个 那时候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 那么十一月份的时候 就没有螃蟹了 螃蟹得到水里去摸 这个河里都有冰茶着了 一层薄冰 那时候突然军部 来了个参谋 开个小车过来 说是因为盘景的螃蟹很好 说我们军所长要吃螃蟹 能不能给我们抓一点 这个连长很为难 这怎么办 他当我水性比较好 我从小就游泳 就把我叫去 说你看怎么办 我说那军长要吃我们就摸呗 带两个战士就下去摸 说能行吗 我说行啊 他连长就把他酒拿 部队不让喝酒当时 把酒拿着 你们喝点 我说不喝 给他们俩喝 他喝酒暖身 下去 摸了一个多小时 才摸了一盆 盘子冬天 那也没有什么说的 你上来休息再下呀 那还有什么说的 那你得把螃蟹给摸出来 军长是不是一下就通过这螃蟹就寄了 没有那都是谁吃的我不知道 后来我后悔了 我说要是军长吃我还值了 要是个小参谋吃了我他妈的冤了 那段日子过得苦吗 比较艰苦 但是也是一种锻炼 而且呢 部队确实这个 当时部队比较单纯 这个战士对你确实 你只要能干 战士对你特别好 我入党的时候 1970年 我三月份我入党 当时我们班长也觉得了 说这个人表现很好 你现在拿他当 我当副班长 你让他当骨干 什么事都让他去干 那他这个现在还不是当兵的 他入党的问题没有解决 入党的问题没有解决 提干的问题没有解决 还是黑户 那怎么办啊 那上面连里也觉得 这不是个办法 就往团里 团里就打到军区 军区就把这个报告送到总理那 是总理亲口跟我讲的 说他们打了报告 我的回答是 谁说他不能入党 谁说他不能提干 谁说他不能入党 只要表现好都可以嘛 这样我就入党 入党的时候呢 当时呢就 指导员就是这么说 说这个人就是我 他的家庭 他的文化革命的历史 都有组织上保证 没有问题 我们要讨论的就是 他这两年表现怎么样 够不够党员标准 就没有隔过这个 包括父亲的问题 就隔过去了 所以其实军队 当时呢有的战士就讲 说这个陈小鲁这人表现不错 但是他不暴露思想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那指导员就说了 说他知道的事情能跟你讲吗 讲了可能会违反组织原则 不讲是说明他有 有纪律 因为我要讲就讲 北京的文革 那这个东西讲了 下面部队他 部队他比较单纯嘛 对吧 所以呢 部队里确实对我非常关照 您从当那个边外的士兵 开始多长时间没回家 三年 71年5月份回家 那是我父亲正好得了癌症 动物手术 在这三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的联系 没有联系 但是他们说到过我的一个 写的一个 学着学习矛盾思想的体会 当时就是部队都要写嘛 写完了以后就把这个交给 交上去了 可能转到我父亲手上了 70年年底 5月份的时候呢 他稍微好了一点 那个突然军部来个电话 让我立刻就回家 后来我知道 当时在中央会议上 我父亲见了这个 沈阳区司令员陈希莲 他就问这个陈希莲 说我那个儿子啊 老三呢 在你那儿都三年了 一封家信都没有啊 到底怎么样啊 陈希莲当时 他表现很好 已经替干部了 我立刻让他回来 打了电话到军令 司令员亲自下命令啊 军长就亲自下命令到团 团立刻就到连 然后我立刻走 这当天就要走 回到家里 秘书看见他 说是指导员回来了 说我当了指导员 我说没有啊 我说你看我的军装 我当时还是两个兜 就是三年以后 还是普通一兵 后来那个 我父亲又见了陈希莲 哎呀 说我感谢你啊 陈希莲啊 我感谢你啊 我儿子回来了 不过他还没提干呢 哎 陈希莲当时 哎 这个报告我都批了 可能还在办手续呢 回来他打了个电话给军令 说怎么回事啊 这个陈小鲁的工作 我不早就交代了嘛 你们得好好安排安排啊 回来以后不久吧 有两个月就当排长了 两个月以后就当排长了 我当时实际上已经是代理台长 就是党校组长啊 然后再后来就慢慢慢慢根据这个啊 后来就就就就就就破格提拔嘛 就就最后就是到了74年 就是团的郑主副主任 到了75年就是团的主主任 就是副团级啊 当时我是三 整个沈阳军区最 我29岁最年轻的这个副团职干部 那45年入的老兵才是连长 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这个经历 这是您个人来说 这是机遇吧 这也是个考验 也是个机遇吧 机遇当然是因为我父亲的原因 因为毛主席出席了这个 我父亲的队导会 另外就是我在部队表现 表现还不错啊 那公认都还可以 因为我当时那个 靠红枪也立三顿功吧 在这个这个这个 辽宁那个辽河发大水的时候啊 你二十三年的五号战事 在您父亲 弥留之际的时候 您在他身边 我在他身边 但是他已经不能讲话了 父亲去世以后 关于这个追导会问题啊 当时中央还是费列办私所 因为我父亲是一个资格很老的 但是他又不是政治局委员了 他是军委副主席 他的官权就是 中委副主席外交部长 总理呢亲自跟我母亲 还有我们全家在一块就讲了 说说我这次 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参加 没有提毛主席啊 因为毛主席都是 一般他都不参加这些活动的嘛 导师要讲有功有过 另外讲了 西亚努克当时在北京 布托就是巴基斯坦的这个总理 要来参加 按照我们国家规定是 一般的是没有外宾参加的 所以都谢绝 那我母亲当时对这个有功有过呢 是有点想法的啊 说当然了 有功有过是 是唯物主义啊 因为总理讲的是唯物主义嘛 这个人总是有功有过的嘛 那我母亲当时就私下来跟我们讲 那为什么要从他开始呢 你原来所有死人都是 都是讲好的嘛 后来呢 我们到了 我们到了这个八宝山嘛 总理和邓颖超邓妈妈就来了 来了以后就跟 一见面就说一句话 说是张倩同志 你要保持冷静 主席要来 那这个主席来 这个对我们来讲 确实当时很激动啊 我母亲很激动 我说他说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要来 总理就讲了一句话 金港山的老人不多了 就金港山时期的老人呢 因为当时有很多人都去世了嘛 很多人像林彪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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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嘛 而且我们见到主席说 主席是掉了眼泪的 是哭了啊 那么这个呢 有感情有老战友 主席对我分析是比较了解的 他们从二九年 从二九年二七二八年 上金港山以后就共事 这多少年大家都风雨空 同州一块过来 还有一个也可能是主席也有想法 当时林彪垮台以后呢 他也是缺干部嘛 总而是老干部出来工作 那照片派也盯不住 也盯不起来 所以借这个机会呢 总理就临时决定把所有这些 已经还没有完全解放的老干部 都都叫到追悼会上来 因为一直到追悼会上来 就可以上上名录 上报纸 上了报纸就等于问题解决 就没事了 另外呢 就是让西哈努克当时也来 当时他在北京嘛 就请他也来 主席当时有个说过什么 主席讲陈毅是个好同志 为革命立了大功劳 这是他论断的 而且他讲了说是为了有功有过 有过就不要写了嘛 写了为人民服务没有 说写了写了就好 我们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这都是毛泽 沈阳军区您不是已经当时是副团级是吧 对我是最年轻的副团级 什么事情让您下令决心 说要离开干部 那时候沈阳军区 比较左嘛 就把我们团呢 立为这个学习小金庄的典型 小金庄是江青的典 我当时呢 就是政治部主任 就要管这些事 我想惹不起躲不起嘛 我就给我老岳父写了个报告 我说我想离开部队 离开三九九 我我我我这个父亲 您的老岳父是苏玉 他还他还不同意 因为他是航母出身 他说这个当兵们就要从 就要在野战部队 到参谋有什么意思 后来我就给他回信 就写了一句道不同不相与谋 他一看就明白了 他说是 那也好吧 我们军长过去也是一个 也算个大老初吧 打仗很厉害的 说你你跑到 你跑到总部干什么 到那儿你就老死在那儿了 你我这位置过两年就是你的 你就留在这干 你这么好的基础 因为当时那个沈阳军区组组部对青年干部做了一个调查 他访问了很多人 后来那个组组部长找我谈话 他说你呀你的基础很好 说你最可贵的啊 是团里所有人都说你好话 特别是那些老干部说你好话 这个很难得 我是这样的 那个老领导来了 我都是站在门口迎接 请到里面来坐好给他倒茶 就一口一个老领导 哎呀人家说你不要这么讲 你现在你是领导 我说那哪能呢 对吧 我们现在两人讲话 你就是我的领导 你就是我的老领导 你就是天生这么会为人 不是这个我老爷子教育我们嘛 要平等待人嘛 最反对那个高干子弟优越感 那自来红的思想 你想想看我们红军在这个金港山上 为什么有战斗力啊 所有的白军在白军的时候 他就举枪投降 到了红军他就敢打仗 打到底打死仗 很简单就是平等官兵平等 因为那时候朱德作为军长都要挑梁上山 那个是大山可不是100米200米的大山 是上千米的路程 要挑梁上山 朱乐军当时也是三十 将近四十岁的人了 你说这个战士看到这个他有什么感触 因为离开沈阳军区没多久 四人帮就垮台了 对啊 后来我岳父还说我嘛 所以你看看你着这么急啊 你看四人帮不就这么快就垮台了吗 你没后悔吗 我没有后悔 后来因为我后来呢 因为到了那个二部是 可以出有出国的机会 到英国当武官 我当时开始当了武官助理 所以呢这个 我觉得应该 这个人生呢 应该丰富多彩一点 多看一看 如果要是您沿着这个路走 去外交步也好 还是去 以后在仕途上有别的发展也好 都行 我这个人没长信 后来就转业了 就下海了 其实现在有 经常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这样的新闻 有一些这个人冒充这个高干子弟 会挣了不少钱 有冒充的 有啊 有啊 我在就在海南的时候 那个当时是那个 有一个朋友来问我 晚上的时候 说你 你在仓平吗 搞的项目吗 我说没有啊 说你在仓平银行贷了三千万吗 我说没有啊 他说那你怎么 仓平县里的领导在请你吃饭呢 哈哈 就说我有个人冒着我的名 说你赶快告诉他 这个词陈小鲁非比陈小鲁也 哈哈 我爱人的哥哥也在香港嘛 嗯 在深圳有一个人 人家就说他是术语的儿子 他也说 他也不说不是 他也不说是 反正坦然受之 九十年代的时候 在那儿他就是 到吃饭 是不交钱的 签单的 后来我就跟那个 我爱人的哥哥说 我说你得去一趟 这影响多不好啊 对啊 败坏你自己 我不去 我去人家把我打回来 说我是假的 哈哈哈哈 作为元帅的儿子 您觉得您的爸爸妈妈 给您带来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我想主要就是 给我留下来一个好的这个 好的传统吧 人家现在说我们红二代 我很坦然受制 我说我们就是 留下来最好就是个红字 我父亲总是让我 总是对我们讲 你们要为人民服务 所以你说 不一之财 我是不取的 不管你说什么 我不想说的话 我是不说的 不论你是 现在是什么潮流 所以我这一辈子 我也自己感到 自己也安心里得